部分场域为解封 南投青青农场13号也重新开张 大小朋友都喜欢的绵羊秀将在15号正式登场 这几天绵羊们也紧锣密鼓地加紧彩排练习 要用最好的状态跟民众重新见面 不过似乎是放假放太久了 绵羊大军在经过台14甲县 要前往青青草原的时候 竟然集体迷航走错路 超萌的画面也逗了不少民众 全国疫情部分场域为解封 观光景点重新开张 青青农场的绵羊休息两个月 终于准备要上工了 不过熟悉的路似乎是太久没走 从台14甲县和欢山公路 要前往青青草原时 绵羊大军集体迷航 吓得工作人员赶快上前 告诉他们走返了啦 还有绵羊走到一半 突然盯着旁边发呆 被后方同伴撞一下 提醒他跟好队伍继续往前 大小朋友都爱的 亲近董场绵羊秀 15号重新登场 可爱的羊妹妹放了好久的假 这几天进罗密鼓彩排练习 就是为了让他们用最好的状态 跟民众重新见面 今天除了在走出绵羊的家 会稍微绕圈圈以外 那今天绵羊走到 台14甲县的公路 那能经过工作人员的引导 已经能够顺利找到上班的地方 工作人员带着牧羊犬 重新和绵羊们培养默契 确保正式表演时万无一失 百工百业重新上工 亲近农场的羊妹妹也做好准备 要迎接有客到来 记者曾路程南投报道